LS科學實驗解謎遊戲 現實目之中 想要讓孩子像科學家一樣解決問題 想要讓孩子不害怕科學 對世界充滿好奇 可以從下方的資訊欄 或左上角的資訊卡 點擊連結 了解更多資訊喔 本節目由LIS行徑科學教材製作 感謝美光科技贊助播出 哎呀 卡森老師 我們這麼直接過來 會不會太魯莽了 這件事情關係到世界的命運 能找一秒是一秒 話是這麼說 但 您好 我是新冠藥廠的業務 叫我老王就可以了 您好 您貴姓啊 不是啊 人家都不是說他叫老王了 畢姓法 不知道卡森老師 今天力臨本公司 有何指教 好的 法老王先生 既然你也認識我 那我也就不廢話了 請停止生產含有DDT 或是DDT衍生產物的殺蟲劑 因為這個東西 將會導致生態的浩劫 很抱歉 我並不明白您的意思 DDT也是政府公告合法的藥物 本公司在使用上 也遵守一切的相關規定 並且我們也做過實驗了 證實了在一定的濃度之下 害蟲以外的生物 接觸到殺蟲即食 並不會有負面的影響 我知道 但是政府跟你們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生物放大作用 就是生物放大作用 阿銘 我剛剛在後山發現了一個山洞 感覺裡面好像就封印著什麼大魔王之類的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探險啊 我不要 卡森老師 我的工作是幫你處理出版相關的事情 不是陪你玩那些勇者遊戲 什麼勇者遊戲啊 要是因為你的無知導致魔王復活 你有想過後果嗎 什麼後果 就世界上多了一個消耗資源的人口 很不方便 卡森老師 你出版的海洋邊緣現在銷量節節上升 最近也要被改編成電影版了 你現在也算得上是有頭有臉人物了 你就不能表現得體一點嗎 我的書賣得很好 跟我要去山洞探險有衝突嗎 不是啊 你現在可是環保文學記的第一把交椅 你想想看 大家心目中的這個大作家 如果跟個小屁孩一樣在山洞裡面探險 在讀者心裡面會怎麼想 我哪管他們怎麼想啊 像我這種正妹 就算被別人覺得放屁是香的 我也不意外好不好 與其一開始就符合他們的期待 演一個小仙女 然後在最後不小心放屁 導致人設崩壞 那我還不如一開始就做自己 是是是 我說不過你 我要繼續忙電影改編相關事情 我沒空 我沒空 我還好 哦 好 那個順便幫我看看有沒有出版社寄來信 該出發了阿銘 蛤 是主線任務 你說你覺得你們這裡發生的事情跟DDT有關 呃 是的 我本身就是清水湖這一帶的鳥類似玉園 原本我們這裡的水鳥不管是數量還是種類都非常繁多 但是自從世紀年前 政府為了抑制湖中病棉紋的繁殖 使用DDT的延伸產品DDD 對整個清水湖進行了噴灑 雖然他們都宣稱DDD對蚊蟲以外的生物如害 但是灑完藥之後 以PT為主的各種水養數量開始減少了 什麼 竟然是政府下令的嗎 看來這背後的黑暗超出我的想像了 欸等等等等 這個世界沒有你想像中這麼險惡 政府在噴產農藥之前一定會注意到 不要讀到目標物以外生物啊 呃 是的 的確有這回事 當初的資料現在都還有留存 可以看到 當初的殺蟲劑其實已經經過大量的稀釋了 每一公斤的殺蟲劑裡面 只有不到0.02毫克的DDD 照理說結束到這樣子的濃度 除了蚊蟲以外的生物都不會有影響 但是 但是撒過藥之後 鳥類的數量開始減少了對吧 等等 只是在重複剛剛已經知道的事情 是在囂張幾點啊 由於最近我們並沒有發現鳥類的傳染病 所以我們嚴重懷疑 鳥類數量減少跟殺蟲劑有直接的關係 於是我們就去調查了 最近死亡的PT屍體 然後我們發現 在這些體重大約0.1公斤的PT體內 DDD的殘留量竟然高達了160毫克 什麼 這個濃度是一開始的八萬倍 所以一旦進到生物體內時 就會跟生物的脂肪細胞做結合 很難被自然排除 這種因為物質無法被代謝 而存留在生物體內的現象被稱為 生物累積 OK 所以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吃了一條還有DDD的魚的時候 這條魚身上累積的DDD就會轉移到我身上來 對了 說到這個東西 清水湖裡的其他生物體內 也有驗出DDD的殘留 資料在這裡 這是 卡森在資料上看到 平均每一公斤的伏優生物 體內累積的DDD殘量為5毫克 小型魚類是40到300毫克 大型魚類甚至高達2500毫克 體型越大 或者說 位於食物鏈越上層的物種 體內的殘留量越多 卡森認為 這個現象很可能是因為DDD無法代謝 那如果小魚一天要吃掉10隻蝠優生物 它就會完整獲得蝠優生物10倍劑量的DDD 而一天會吃掉10隻小魚的大魚 則會獲得100倍的DDD 因此卡森假設 就是因為DDD的殘留量 會隨著食物鏈以倍數累積 位於食物鏈頂端的鳥類 體內才會有這麼高濃度的DDD 而這也直接導致鳥類 無法正常繁衍的後代 數量急劇減少 最後 這種物質經由食物鏈濃縮集中在 高級消費者身上的現象 就被稱為生物放大作用 哇 真不愧是卡森女士耶 欸 怎麼了 幹嘛這麼嚴重 這下不妙 原本大家都以為DDD只要經過西式之後 就不會對環境產生影響 嗯 但現在看起來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啊 欸 欸 靠對耶 是啊 全世界你們不知道噴了多少噸DDD 如果再這樣繼續噴下去的話就 不行 沒時間猶豫了 阿銘 好了 欸 不是啊 要去哪裡啊 那還用問 當然是去拯救世界啊 作戰會議開始 不是 你任當我都不用工作是不是 你整天被這些世俗的東西給牽絆住 怎麼樣成為勇者的夥伴呢 這種沒有心智證明 並且沒有勞健保的工作請讓我拒絕 總之呢 現在問題如下 DDT會危害環境 所以是不該再用了 但是不使用DDT 又會使得糧食減產 有人可能會因此沒有飯吃 所以 我們必須想別的辦法 既能抑制蟲害 又不會破壞環境 你有什麼想法嗎 不是啊 我怎麼會知道啊 我是文主的耶 而且我高中畢業的時候 就把這些生物知識還給老師了 你 你應該要找專業的吧 欸 我以前也是文主的好嗎 等一下 給專業的處理 蛤 對啊 我們可以找專業的來啊 發現沒辦法直接說服農民 不使用沙蟲劑的卡森聯想到 大部分的生物都存在著 專門狩獵牠們的天敵 許多外來物種 卻因為新的環境沒有天敵的存在 導致數量會不斷暴增 這讓卡森猜想 如果引進某種物種的天敵 應該就能有效控制 該物種的數量才對 如果上述的假設合理 那它應該能找到 過去成功的案例 果然在找資料時看到 幾十年前 美國也曾經發生過 外來的日本甲蟲 危害到農業的狀況 而當時的人們 在研究過後 引進了可以對付 日本甲蟲的寄生蜂 最後 這些寄生蜂 成功適應了新的環境 開始翻眼 並且殺死一大堆 日本甲蟲的幼蟲 同時 它們也引進了一種 只會感染日本甲蟲的 產染病 雙管齊下 成功控制住 日本甲蟲的數量 這證實了 的確可以靠生物防治的作法 來抑制蟲害 而且又不會破壞生態 這樣你懂了嗎 結論就是 不管滴滴T濃度再怎麼滴 也還是會因為生物放大作用 進而對其他生物產生印象 甚至進到人體 所以您的意思是 您建議我們開始研究 您剛剛說到的生物防治法 取代以往噴灑殺蟲劑的作法是嗎 對啊 這兩天我就會公布我的研究 DDT一定是不能再用了 趁現在產業轉型一波怎麼樣啊 好的 兩位的意見我們已經收到了 我會轉交給我們的上級 那麼 感謝兩位近日的來訪 我現在就要開始寫報告了 就不送二位了 請 終究是個女人啊 整天只會不切實際的幻想 黨人財路是會出事的啊 不过这女人似乎有点名气 看来我能放着不管 我就知道 没有办法推翻对方的论点 剩下的就只能是人身攻击 来得好 文字的战斗谁怕谁 你忘了老娘是作家 你还记得你自己是个作家 我还以为你会在缴索得税的时候 在职业那篮上面写 传说中的游者 阿明 你去跟出版社说 我要开始写新书了 老师 你真的确定要这样吗 如果我继续跟药厂正面对抗的话 换来的会是更多抹黑跟人身攻击 要不我们换一个方式 我说你啊 你难道没有看过游者的故事 或是玩过类似的游戏吗 如果前方的道路不断的出现敌人 那代表就是正确的方向啊 后来药厂的各种污蔑造谣如其而至 但卡森老师却毫不在意 人就不断向世人宣传滴滴滴的害处 一九六二年 极禁的春天正式出版 请政府下令停止使用滴滴滴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我是总统五干奶奶 architect里熊老师 casi大一的车 乖人想去反映 检 mosquitoes 毫處废 又来出结架 敬酒成远专门的民wn 怎么转成这样 TS 就是贵老师 你们修壮处 你很好休息 老师 曾经我以为勇者就是像故事里面那样 穿着披风拿着圣剑去斩药出磨 当然他也肯定是个难的 但我现在才发现现实世界里的勇者 可能看上去跟你我没什么两样 但是他们愿意为了更好的明天 奉献自己的一切 并且在旁人心中种下那颗 名为勇气的终极 出发吧 去拯救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